你现在看看 看看我的兄弟们 像丧家之犬一样 我必须要给我的兄弟们倒个窩 怕的是 你有命夺回山头 却没命做 不许胡说 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 我是你的医生 你既然答应了 让我给你做手术 你就得听我的 你要是还想磨命的话 就给我好好躺着 哪儿也不许去 八姑娘 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 大哥 他一小丫头不懂事 你别弄气啊 其实啊 真的不用你出马 就马中留下那一个牌 我一个人带兄弟 就干他们了 不行 如果不是兵分两路前后夹击 我试图地把握 王姑娘 我知道你的好意 如果这个时候 我谁的话也不听 你也别拦我 拦也拦不住 大当家的 不要再说了 如果我再说 就令我的兄弟把你绑了 只要有我在 你哪儿也不许去 给我绑了 赶 赶 我倒要看看 你们哪一个敢绑我 你们黑漏山的土匪 难道忘了祖宗的规矩 我刚救了他的命 你们就要恩将仇报 昨天结了我的花轿 今天又要绑恩人 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血灵 让雷公披着你们 各位兄弟 我跟大当家的要私下说几句话 你们也看见了 大当家现在行动很不方便 请各位兄弟 回避一下 你想干什么 弟兄们 你们大伙跟我私下溜达溜达 让大当家和王姑娘好好刷刷刷 来来刷刷刷刷 来来刷刷刷 是得兵分两路 但是没有必要你亲自出马 你现在的伤势 逞强就是送命 你那么多兄弟里 随便找出一个信得过的 跟六当家一起兵分两路 不就得了吗 王姑娘 你不懂 我黑木桥 为黑龙山立过规矩 想带队我 那必须是我败马的兄弟 老二背叛了我 你没限足给宰了 我三 我四 老五 都中了马人的拳头 被卡了头 现在 人生下我 跟老六 如果我不带 那谁带你 那 要跟大当家拜靶子 有什么要求 必须是我顾命的兄弟 你那么多兄弟里 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个顾命的来 我的这些兄弟 个个都是顾命的兄弟 只是没碰着事 没个说法 踢拔谁和不踢拔谁 都难以服众 什么叫说法 我王小红去我大当家一面 算不算说法 我吗 各位兄弟 刚才大当家说 想以我王小红结伴为兄妹 大家做个建脚 好事儿啊 大家亲眼看见 王姑娘救了大当家的一命 这还有啥说的 好 恭喜大当家的 恭喜大当家的 恭喜 作下何人 黑龙山 黑龙洞大当家的 黑木椒 民女 王小红 败的是谁 孙老爷 何人开刀 将军立法律 国为何事 请官老爷作证 老树听音 我二人皆为兄妹 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皇天后土 实践此心 备义忘恩 天人共路 尊不爽 前后家击冰跪神速 今天晚上我跟六当家的各大一支队伍 不行 怎么不行 我跟大哥已经一结金兰 就应该替大哥分忧 您是个姑娘家的 不能带对我 好 好 大哥 啥子妹子 这份呢 大哥 奖妹献丑了 就看你这一枪 就知道你是个练家子 怎么看也不像上海 学西医的大学生啊 我的确在上海读过西医大学 但是我更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他们搜刮明纸明高 强取豪夺 造他们的烦 你当个医生更有意义 所以啊 三年前 我就在南边上了山头 哦 原来王姑娘 跟我们是一条道上的 那我们是妹子是哪个山头的 红娘子山 没听说过 远 这南边也信红娘子 信 哪有老百姓不信红娘子的 听到了吗 老黑中了一枪 你没用药 就让我捡了条命 妹子 您是红娘子太累了吧 请大哥放心 我王小红一定不辜负大哥的信任 和六当家一起 把黑龙山给夺回来 不过现在 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定个作战部署 就凭妹子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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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来 来 来 出去 来 出去 来 二哥 一会儿你带人去寻业啊 放心吧 白长 我喝完泽园酒 兄弟们马上去业家 喝 敲你点出去 来 弟兄们喝 其实啊 这寻不寻业的 也不大要紧 你说这帮兔尾见了咱们 哪不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他们还敢回来是咋的 是不是 开探 来 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喝喝 红姑娘才是真准 马若留下了一个牌 但是他们对山路不熟 不敢在太远的地方设岗上 我估计最远的地方 也就离洞口百十来米 都当家的 你带人从外面忘礼宫 干掉放哨的 不可以用枪 听着 用着用枪 给我杀了 我给你一个人 谁想要想要脏 再打 你怎么会担心 去吧 我带人 你带人 我带人 全部消灭 还真在尿的水里外 你赢了 要做对待他 你自己消灭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打 怎么回事 接着狗 赶紧带人出去看看 好 六当家底 消灭了手洞口的大兵以后 你们先不急着往里攻 如果洞里有大兵要出来 你就先用火力压制住他们 不急着往里冲 出来已经消了一个 我只带十个人 要枪法好的 我们事先埋伏在密调口 一旦听到枪声 我们就打开机关 先上去的人不要着急开枪 隐蔽好 等我们十个人都上去了以后 一起开枪 开枪 开枪 开枪不好了 外面全是土匪 火力猛烈地位冲不出去 冲不出去 冲不出去 冲不出去也得给我冲啊 地位冲 冲 那我给老子往外冲 不需要后退 谁就老子逼了谁 快冲 那我往外冲 有 给我打 给我打 听到动力有枪声 你们就冲进来 我们理应外合 全间敌人 大哥 我安排得怎么样 好 计划周敏 计划您说的办 一边打响了 闭话 跟我冲进去 好 大当家的 我负责打扫战场 你去把大当家的给接回来 好 一会儿 走 检查仔细一点 把尸体抬出去 是 是 我负责打扫战场 大把手 里面还有几个 有个撞死的 追 龙姑娘 她八成是摔死的 有通往山下的路吗 有 带我去 死我也要见识 好 妹子 别太谈回事了 不就是桃子我小兵吗 正好 让他回去 别跟猫荣这个老贼说 我黑木椒又回来了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大小兵 再说了 这没找到尸首 人也未必活着 那说不定被野兽给吃了呢 是我太大意了 我亲手抬过他 而且我是个医生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他是在装死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洪姑娘高兴 一不留神 这有什么呀 是 能顺利收回黑龙洞 是件好事 别因为我 缴了大家的好心情 这就对了 怎么必活enti 懒楼 没达 尽高生一步 大哥 大哥 你不但救了黑木椒一命 还替我们 夺回了黑龙山的黑龙洞 大哥在这儿带众兄弟 谢了 大哥 师父的 师父的 六将家哥 快请起 兄弟们 快 快起来 起来 我王小红有什么功 我就是个医生 医生哪有见到病人不救之理 能够顺利收回黑龙洞 那是大当家的英明果断 运筹帷幄 我王小红做那点小伎俩算得了什么 依我看 咱们应该给大当家洗个礼 祝大当家党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祝大当家党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祝大当家党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你不救命 饭头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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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好不容易公主在这儿头 一天你就给我拜了 滚 司令 我中学压药吗 滚 再让我看见你 物财量都一枪毙了你 司令 滚 滚 一场没事的时候 天天给你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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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有了 司令 咱们打回去 这次必须把黑龙洞弄死 把拖围剿灭 剿干净 你就是头猪 我遭人让你们害死 黑龙洞凭着艰险 本来就是一夫葬款万夫莫开 上次要不是有内应 想攻黑龙洞有那么容易吗 你让黑龙洞向你这么傻 他这次回来就不会加强防御 等着你去攻山 你要找死啊 你去 来 去 司令 属下错 司令英明 你想过没有 我这剿匪立功的报告 刚刚报上去 全程都贴了告示 老百姓都知道 我剿灭了黑龙山的土匪 现在出兵 上边知道了 我怎么交代 司令 我 我多记嘴 说废话我就再打你 这事千万不能传到盛程去 废话 一股顶铁楼 撞出消息 是 这外边瞎吵吵什么呢 说是今儿一大早 马司令派人把大少爷送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呗 瞎闹吵什么 不是 大少爷一回来就跟老爷干上了 对着嘛 下人呢 都去看热闹了 大姑娘回来了 我去看她 贤医 回来 贤医 二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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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不好了 大少爷一进门 就跟老爷吵起来了 老爷已经派人去请司出宫了 这会去了祠堂 要对少爷动家法了 家法 这还了得 老爷这回真的动怒了 请了家法要教训大少爷 刚才凤大管家来过了 求您一定去祠堂 给大少爷说说情 让您快去 去晚了 怕就来不及了 凤大管家 为了大少爷几口奶 恨不得拿自己当了青娘 没 没 这边形不能打呀 你们老没见的边形我听说过 那一边子就皮卡肉站的 没嫌妒是你儿子 是你儿子呀 你不嫌妒我还嫌妒 没嫌妒 请你退出去 我也是为家长辈 你现在这边形就不能动 我不答应 来人 来 把他给我轰出去 你不能打呀 你你轰我干什么 不能打呀 不能打呀 没赢啊 没赢啊 把没仙妇给我带上来 把四叔公都叫来了 没赢啊 没以后 你凭什么要对我动家法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不知道 非得用祖宗的家法 教训你不可 我不逢 我不逢 我犯了哪条家规了 你说出来让我听听 说的服我 我就让你打 你打 为了一个青楼女子 你离家妻子 一走就是一年多 你该不该打 不该打 你要是让我娶了她 我能离开家吗 当着祖宗的面 我也说说我的理 我就是喜欢牡丹 一年前 你要是让我娶了她 我现在都给梅姐 传宗接代了 大孙子你都抱上了 我为她 是给梅姐延续香火 你凭什么打我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要是祖宗知道 那也得说我做得对 要不是你迂腐不化 一年前我和牡丹 就拜堂成亲了 哪还有这么多事 要说错 错的也是你 梅姐 向来是讲理的 你不能因为你是我爹 说对我动家法 就对我动家法 这可是在祖宗的祠堂 没这规矩 你们俩下去 是 好 你们俩下去 是 好 想接马司令的花轿 还假装自己被绑票 骗家里人的陷大洋 你认不认 我不认 这可是马荣那小子跟你说的 我跟他有仇 这不明摆着他陷害我吗 他说的话你就信 你儿子说的话你倒不信了 你是正还是 这确凿你还不认 你以为你爹要跟你讲理呀 没人 出现去 将法刺头 是 是 没以后 道理讲不过我 你就仗着你是我爹你欺负我 就是你日腹不化的错 要打应该先打你 我 贤祖 住嘴 你太不下话了 二娘 救我 老爷 大少爷的脾气你知道 他不是不认错 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这好不容易回来的 哪能说用家法就用家法呀 求老爷开恩 让他在列祖列宗面前磕头认罪 改过自新吧 不许为他求情 之后 拖进去 假法刺口 打 打死我得了 打死我我到阴间 我到列祖列宗面前告你的状 打死我 打死我 你就不是我爹 师兄公 请您执行家法 打着孽战一遍 好 爹 爹 别生气 小心去玩了山顶 大哥哥有什么错 闲人替大哥哥认错 请爹 别打大哥哥了 好爹爹 哥哥不用你求求 他愿意打就让他打 打死我 一了百了 爹你一定要打大哥哥吗 要打 那咸愿意提大哥哥 挨打 三太太 哎 儿子教得倒不错 把他带回去 你这糊涂孩子 老爷教训他少 哪儿你说 快点 外甥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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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念经了 那外甥女婿要动家法 打大上也 你当然去给圈圈的 我跟你说 你别看我岁数小 我那也是你老爷 他最小的那姨太太生的 是你亲娘娘 那娘亲就大 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就是大不孝 吵吵什么 这梅以赫 对梅贤祖动用家法 听着就新鲜 他舍得动手吗 家法 打 不能打 不能打 老爷 求求你了 老爷 不要打 老爷 不能打 老爷 我求求你了 不能打 老爷 这家法一边见谷 俩月下不了床 大少爷自小身子狗就弱 他承受不起 老爷 我给他剧 老爷 就让我剃了大少爷吧 你就打我这一鞭子 你解了气 就像打大少爷一样的 老爷 我到梅家二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老爷 老爷 你就答应我吧老爷 求求你了老爷 老爷 您息怒吧 就给凤姐一个面子 闭嘴 他今天这个样都是你惯的 你还敢给他求情 来人 凤大管家 押回他屋里 不准他出门 不不 老爷 不不 不要老爷 求求你不能打 老爷 老爷 不能打呀老爷 不能打 不能打 老爷 我知道你心疼他 从小就疼他 和凤姐一起惯着他 说句实话 打他我也心疼了 但是今天不打 说不定将来 他还会造出什么孽来呢 今天不打 对不起列祖列宗 打 我还不知道疼 我还不知道疼 我的傻兄弟呀 用得着你一踢吗 你踢了也是白踢呀 你看不出他门一盒 找不了我呀 你再来冤枉 你再来冤枉 我还打 杀的很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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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这狗奴才给我拖出去 没 没规矩了 这边的不算 重新打 打 打 老爷 这 老爷 老爷不好啊老爷 老爷 老爷不好了老爷 老爷 我们实在是没有拉住呀 封那管家他 他难倒在抓柱子了 什么 是生是死 看不出来 凤娘 我的凤娘 爹 你还不赶紧去看看我的凤娘 老爷 老爷 我听见了 你先下去吧 等不完这边的再说 打 老爷 老爷 您听讲 这梅甲家法 剑骨鞭 打的是大逆不道 不忠不孝 为父不仁 见死不救的梅甲后人 这规矩是 以鞭子下去 必须皮开肉绽 剑到骨头 好让受惩罚的梅甲后人 永远记住祖宗的教训 正是 可是 还有一规矩 说好打一鞭 就打一鞭 既然刚才这一鞭 被那个奴才给扛了 就不能再打了 我四叔公 为梅甲祠堂私鞭四十年 这样的事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奴才甘愿为大少爷 扛这一鞭子 说明大少爷平常对这个奴才有大恩大德 这么多下人为大少爷求情 说明大少爷平日对他们不薄 善待下人 也是咱们梅甲的祖训啊 依我看啊 大少爷梅甲祖 命里就不该挨这一鞭子 老爷 赶快去看奉姐吧 你个畜生 三个月之内 不许离开梅甲半步 快 快去给大少爷解开 你给我放开我 你给我放开我 你拉着我干什么 我就恨我没有一碰撞死 大少爷 要是死了我活着有什么用的 小爷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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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宝 乙鹤 快来喝碗汤 你今天生那么大的气 又动了病根 我让他们去煎药了 你要是空着肚子 一会儿怎么吃药啊 我哪儿还有心思吃东西 我这个年纪了 老病久治不愈 儿子又那么不争气 我就是死了 都没脸去见肚宗 老爷要这么说 瑞芳心里 好了 好 好 我不说了 那个 这个 替贤祖挨鞭的那个奴才 安住到哪儿了 好像是贤祖让人把他 抬到自己房间了 我让人已经送去了 最好的金创药 福掌柜也跟着去治伤了 福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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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还不醒啊 他怎么还不醒啊 梅家的剑骨鞭厉害 傻大憨粗再壮也扛不住 说句实话 这鞭子也就是打在他身上 换成少爷 这命可就危险了 大少爷 我 怎么了 大少爷 那天在土匪洞里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 对了 我听他们说了 是您上山送的赎金 辛苦了 哪儿的花呀 应该的 应该的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 他哪儿来的女子 福掌 您肯定是看花眼了 我是被土匪绑了票 他们还能给我找女人 我听说 您也是大病出狱 赶紧回去休息吧 伙计 是 来 差点服输回去 算了 您刚回来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 改天我来问你啊 我这个外甥女儿也太不是东西了 我正要替他老爷 我爹 我好好收拾他 你说谁不是东西呢 那是我娘 你娘 你娘他听说你要挨鞭子招 我那么求的 他都不管你 气死我了 我娘不管我是因为我欠仇 我打小不学无术没出息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敢骂我娘 你信不信我一拳打掉你门牙 大少爷 滚一边去 大少爷 大少爷 你呢 我叫娘 你是不是 我妈 我叫娘 你 你 我叫娘 你 然后 尤枉 我叫娘 叫了又怎么样 再说我是您奶长大的 不叫娘叫啥 当着没以赫的面 我也这么叫 大少爷 你怎么能指护老爷的名字呢 他不讲理 说不过我就动鞭子 叫他的名字那是客气的 大少爷 老爷那也是为您好啊 封娘 我们不提他 快 过来坐 封娘 一年没见 贤祖真的很想你 我也想你一样大少爷 你瘦了 大少爷 这一年在外头 你过得好吗 我听说你住在山上 你吃啥呀 山上绿油油的 吃得有的是啊 野菜 树根 都能吃 那 那你冷了怎么办 冷了就得动人了 我的封娘 我逗你呢 你都听不出来 我是谁啊 我没先祖到哪儿 先都在把自己弄舒坦了 我跟你说 封娘 这一年我在外面 吃香的喝完 还没人管 别提多自在了 我就说嘛 大少爷你 怎么能吃那样的苦呢 娘 沈阳 谁在你屋里 我的奴才傻蛋酣粗 就是他替我挨了一鞭子 你醒了 你醒了 你 你 你怎么能睡在大少爷这儿 大少爷给你脸 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 你不知道 这不是你能带的地方吗 你给我起来 滚出去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